车上冲出了一辆隐色轿车 擦装了内线车到另一部车子后 整部车飞了起来 反复之后滑行了数十公尺才停下 另外一个角度看 隐色轿车左前轮 擦装了旁边轿车车身之后 失控飞了出去 仰躺在马路上 那蹦然后就杀的一声杀很远 然后就听到不是了 车已经晃到那一头去了 翻车车祸就发生在 28日上午10点地点就在台南麻豆监里站前 实际回到现场 博右路上有明显的刹车痕迹 而这一桩翻车的隐色轿车 车头车顶回损 挨撞的轿车则是右后车轮轮框变形 索性两车驾驶都只受轻伤 送一后没有大碍 就想要救的时候就看他自己爬出来了 对 他自行就是去旁边那里坐 然后先预复一下心情 于是因变换车道超车不大 且未保持安全车区 不限追撞另一名 黄姓自小客车 黄南自小客车欢呼 并且滑行数十公尺 警方表示 九策之后两名驾驶都没有营救情况 详细的造势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离清 警方也呼吁驾驶人变换车道 要提前开启方向灯提醒来往车辆 也要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千万别超速 毕竟不是每次都能翻车 滑行车损人没事 华氏新闻刘瀚生 孙玥娟许文男台南报道 哈喽 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感谢观看